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先大家介绍了 一个标准化人家 开发流程的一些步骤 其中重点呢 介绍了两个步骤 一个是需求分析阶段 和一个是程序设计阶段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 标准化开发流程的 一个设计步骤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看一下编码和测试 那直接来看一下 流程图 这个阶段 编码与测试的流程图 这两个呢 是写 画到一起去了 其实你可以把它分开单化 因为在规范化的一些研发流程中 编码工作 编码工作在整个项目流程里面呢 最多不超过二分之一 其实呢 通常的都在三分之一的时间 就是咱们所谓的磨刀不误 砍材工 设计过程完成的好 那编码效率就会极大的提高 编码时呢 不同模块之间的进度协调和协作是最需要小心的 也许呢 一个小模块的问题 可能影响了整体的进度 让很多常务员呢 就被迫停下来工作 然后去等待这个模块的一些修整 那对于这种问题呢 很多研发过程中呢 其实都会出现 编码时的相互沟通和应急的解决手段 都是相当重要的 那对于程序而言 bug永远存在 那按照测试 按照那个测试的执行方 那可以分为呢 内部测试和外部测试 那按照测试的范围 可以分为模块测试 和整体的一个连条 按照测试条件呢 可以分为正常操作情况测试 和特殊的一些异常条件的 异常情况的测试 那按照测试的输入范围呢 又可以分为什么 全覆盖的测试和抽样测试 总之 编码之后的测试 同样是项目研完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对于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些软件 那三个月到一个月的这个外部测试 那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永远都会 有都会怎么的 有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存在 那完成测试之后呢 就是完成验收 并完成最后一个一些帮助的文档 那整个项目呢 才算告一段落 当然了 日后少不了升级 修补等等这样的一些 这些那些的一些工作 只要不是想通过一锤子买卖片钱 那就要不停的跟踪软件的运营状况 并持续修补升级 直到这个软件彻底淘汰为止 那么来看一下 在编码之前呢 我们肯定是得通过参考 成员一定要参考这个系统设计方案 按照里边设计 里边规划好的 我们直接实现它 那编码的就是一个实现的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依据就是系统设计 和代码的一些编写规范 还有一些测试的一些规范 然后我们去编码 那在编码的过程中呢 咱们要测试 这个测试呢 并不是说最终的一个测试 就成员每编写的功能 自己先测试一下 对吧 按正常使用啊 按什么异常使用啊 去测试 然后自己修改 然后交过来之后 再整体的测试 那在测试的 在编码的阶段呢 一定要写一些工作日志 和进度的一些台站 比如说你工作了 编写哪些内容啊 那项目的信息啊 工作内容 测试的一些结果啊 这个项目存在的问题啊 还有解决的意见呢 以及进度的汇总啊 完成了多少啊 等等等等 最后才是一个 整体结果的一个测试 那整理这个测试呢 有开发部和设计方案 还有设计规范等等等等 去参考 然后完成的结果测试 如果不合格 再修改 再测试 那如果都合格了 编码也完成了 测试也通过了 最后才形成一个系统软件的 那工作流程呢 就下边标明的 那系统设计呢 完成呢 呃 经过评设以后 开发部呢 组织人员进行代码测试 如采用外包方式的编码呢 开发人员呢 比如说有一部分 你都设计完了 你代码 那把那个设计文档 交给一些外包公司 让他们去帮你编码的话 那么 开发部呢 要组织专门的人员 为外包单位呢 提供代码的编制规范 和技术文档的要求 并负责监控 整个的编码的一个过程 在咱们的编码过程中呢 开发部呢 相关人员呢 应当对 呃 完成后的每一个模块 进行一个过程化的测试 就这部分 过程化的测试 那 编码完成以后 开发人员呢 组织相关人员 对系统进行测试 测试呢 呃 分符合性的测试 和功能性的测试 两个步骤进行 测试完成以后 那 开发部 组织相关专员的人员 对系统的进行一些 整体的一个测评 那这个负责部门呢 那肯定是编码 肯定是开发部了 那相关人员呢 就是项目经理啊 主管之类的 还有代码编制部门 外包呢 就是代码编制部门 然后相关资料 就这些东西 比如说 系统的嫌疑一些设计啊 数据字典呢 编程记录啊 测试记录啊 测试报告啊 数据流向啊 编写规范 代码描述 代码一个规范 软件测试的一些标准 和流程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编码的一些 编码的一些说明 那软件呢 实现的是指通过 编程调试优化 内部测试和代码审核 审查等这些活动 开发出符合用户的需求 然后质量合格的一些产品 这就没有什么太多说的了 这也是咱们称呼的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那需要输入的 也就是在编码 进行之前 需要提供给编码的 一些什么东西呢 当然了 前面的项目建议 建议书啊 需求书啊 使用说明初稿啊 系统设计说明书啊 用户界面原型啊 数据库啊 数据结构啊 还有这个说明书 还有模块设计说明书 编码规范 拿到这些东西 成员对照这些东西去编码 只是输入的东西 那人员呢 那主要由开发部负责 项目组长呢 应合理的分配开发任务 确定何人 何时完成哪些模块 那开发人员呢 需要构建 编程于测试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 你得在电脑装一个 开发的环境啊 和测试的环境 例如远着开发的工具的选择啊 硬件开发环境的选择 等等等等 都需要开发的时候准备 而且呢 都要统一 像前面 刚才也介绍过 一个项目组 不光是环境统一 用公用的数据库 然后呢 他们使用呢 开发工具统一 版本统一 字符集统一 等等等等 都要统一的 你用任何一个人 电脑的环境 都跟用自己电脑环境 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才能让这个软件 怎么的 兼容性 或者是多人合作 在一起更好 也借助一些开发的时候 介绍一些像版本控制 isvinda这样的一些工具 去控制它 当然了 项目组长 确定这个编程的规范 统一风格 提高代码质量 那这个编码规范呢 在咱们书里边的付罗A 西桌pbw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规范化的文档 调试 那开发人员 如果 仅认为程序通过了 比如说通过了一个 试用或者一个链接 那就认为说 程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在交由测试测试 这是一个很不良的做法 那所谓的编程的过程化测试 是什么呢 当开发人员编写完一个或者几个相关程序之后 不必等别人测试 自己马上对自己代码进行一些单步跟踪 因为好多工具呢 都能像模拟CPU是一样 单步跟踪一条车代码执行测试一下 那你这种单步跟踪的测试的好处呢 就是减少后续测试和改错的一个代价 不然的话你一大堆问题 你就交测试人员你给你回馈 那你的问题太多了 单步跟踪的能 能够发现像数据溢出啊 内存泄漏啊等等 仅靠这个黑盒测试 也就是表面功能使用的这种测试 难以观察的软件缺陷 所以提高程序 咱们这种测试就可以提高程序的质量和测试的一个效率 那通过上面编码的话 你还不断对代码优化 那优化呢 是指提高软件的运行速度 提高内存的资源使用率 加强用户界面的友好等等 也就是从界面上到程序上 效率上 占用资源上等等等等 都是优化了点 所以每一部分的大家呢 都要结合起来去整体的一些优化 那内部测试和代码的一些审查 那软件呢 实行阶段的测试呢 在开发小组内部就可以展开 主要是检测方案是一些白盒的测试 由开发人员进行单步跟踪 那咱们测试有两种白盒测试和黑盒测试 白盒测试呢 就是咱说的针对代码级的一些单步跟踪啊 代码审查啊 软件功能检查啊 性能测试等等 这就是白盒测试 然后代码审查通过开发人员之间展开 主要是检查代码是否符合变码规范 并发现代码编写的一些缺陷等等 那黑盒测试主要是使用上的功能一些测试 那如人员及时间的不充分 不充分时至少呢 也要由开发人员进行一些代码的一些审查 通常我们项目组里边都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A编了一支代码交给B B编写了一代码再交给A 两个人互相去看 去审查代码是否规范呢 里边的单步执行啊 是否内需基础啊 效率是不是过低啊 这样的话两个人在讨论 然后再把问题解决 那输出呢代码编案之后 那肯定是根据代码的时候 要因为代码有的是需求书里边并不明确 根据编码最终实现的东西 要对需求书应改进 并不是需求书写完之后就完事了 而需求书这些所有的设计说明书 都是伴随着软质开发整个周期 最终整个远件上下之后 运行之后才是最终的说明书 这些说明书结束之时 所以呢在编码的时候 你通过需求写编码 也通过编码再对需求啊 或者是其他的设计啊 数据库设计啊 都要有一些改进 这样的啊才能完全配套 否则的话需求的东西 或者这些说明书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你和实际开发中有可能说不太一样 所以要想办法让它一致 这都是改进的 然后以及改进的用户界面 那带注视的原代码清单 成原代码程序和清单等等等等 这是最后我们在写项目的时候 需要提交的东西 那测试结果的一些是说明 软件测试呢 与这个改错的目的呢 都是依据测试计划和测试用力 那在给定的项目条件下 人员时间工具等等 尽可能找出原因中的缺陷 其实就是暴力使用这个软件 用各种方式使用 然后找出一些问题 然后及时消除这些缺陷 那这一过程呢 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定制测试计划 都测试什么东西 什么时间测试什么 有哪些人测试 这都是定制测试 然后呢 设计测试的一个用力 就是比如说模拟一些数据啊 然后呢 模拟一些人员呢 然后模拟一些场合 一些情况进行测试 然后执行测试 消除缺陷 然后审核确认 如果没有通过审核测试的 继续进行测试 然后再修改再测试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测试的时候 你肯定有 也是拿着这些书 根据这几个说明书 比如界面上的测试 用不同浏览器啊 去打开啊 有没有什么缺陷呢 根据系统说明 按照设计里边说的 是不是做测试的时候 跟设计的是一样的 然后按照需求说的 是不是是用户能达到的功能 等等等等 那项目建议书 是不是能达到项目建议书 里边用到的东西 那这也是输入的东西 那人员职责 制定测试计划 测试的用力 测试的 制定测试 然后这些都有测试组 那个负责 一般的公司里边 都会配备 两到三人的 或者是更多人的 一个测试小组 或者三到五人的 根据你的项目的情况 来决定这个测试的人员 那还会根据测试计划 等等等等 去解决量 然后那么消除这种 缺陷 那消除缺陷的测试人员 一般的呢 有的是了解一开发 但是他并不一定说 全是开发 也有的公司呢 就 由开发人员组 开发人员组成的测试组 那 但是大多数的测试人员呢 对代码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呢 测试出的问题 要先改掉这个缺陷 通常呢 还是由交友这个 开发组人员去负责 那谁来制定这个 测试计划呢 那项目组的组长 项目组的组长 应组织项目组人员 讨论测试的工作 然后由测试组长呢 组织测试人员 撰写的测试计划 然后测试计划呢 通过开发部 经历审论后 那经总工设批准 测试人员即可 按照测试计划进行工作 那 设计测试的用力 那测试用力呢 是用检查项目软件 是否符合要求的一种示例 从基本要求 比如提前的条件呢 输入的数据和动作呀 比如说 这个输入的数据 就是用一些模拟数据 动作就是他怎么去操作 然后期望这个系统 会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响应 这都是用一些实例去说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商城 那你只做一个平台 那我们要找一些 各种商城的数据 分类是否好使啊 录入是否好使啊 这样的一些数据 然后用户是怎么操作呀 操作流程是否符合呀 等等等等 那主要是描述 各种的一些测试的操作力手册 测试用力呢 需要经过项目组组长的一些审核 那总共是批准 那这个代号 这就是设计测试 用力的目的是 找出需求设计代码中的缺陷 那不同的测试用力呢 那用途应当是不一样的 那然后呢 显而易见的测试呢 用的用力呢 就不必完整的用文字描述 可以采用图表法去简化 还有执行测试 然后测试员按照这个测试计划 及测试用力 执行这个测试 如果发案缺陷 那则记录在 则这个记录在缺陷 跟踪工具中 那并及时呢 通知项目组开发人员去改正 那测试人员完成测试后 应该阵线测试报告 总结测试的工作 分析问题中 分析问题 并结合测试 及这个测试结论 然后测试的预讯机 测试预讯机呢 也就是有的东西呢 是下边这个表有写 什么先测试 什么可以不测试 或者是晚测试之类的 有些时候呢 因为人员及时间的限制 不能对软件做全方面的测试 那么测试应该呢 应该集中力量 测试优先机较高的内容 放弃优先机较低的内容 那下边呢 就是一个测试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软件的特色测试 肯定是高于没有特色的那些模块 那常用的一些功能测试 肯定是高于那些 不怎么常用的功能 那功能出错将导致用户索赔的 就是这个出现错误的话 会导致公司或者这个软件 带来的一些 什么负效益之类的 肯定是高于不索赔的模块 就是怎么 这个不会影响经济收入的 那系统测试的瓶颈所在的模块 肯定是高于不是瓶颈的一些模块 复杂最容易出错的模块 肯定高于不复杂 不出错的模块 开发者呢 没有信息的模块 这模块是用起来很担心 会出现什么什么问题 这样的模块 会高于开发者 很有信心 这个模块完全没问题的 这样的模块 然后呢 消除这个缺陷 也就是如果在测试时 发现了人这有缺陷 那项目开发人员应当尽早 消除缺陷 在改色时呢 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就是找到错误代码时 不要急于修改 千万记住 不要说遇到错 我马上就改 你一定要先考虑什么呢 先考虑修改这个代码 会不会引发其他的问题 还有的时候 软件中可能潜伏同类型的错误 你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好多地方用到同样的问题 你这改的其他同样的地方 是不是也得一一去修改 那改错之后呢 一定要马上重新测试 以免呢引发新的一些错误 还有完善使用说明书 测试人员在测试过程中呢 足不熟悉产品的功能 在接受开发人员的委托后 对使用说明书呢 进行完善和重新的一个排版工作 然后最后呢 测试完之后评审 评审严格测试 并确认的程序 经开发部门审核 总工程师批准 那颁布版本后 可以进入试用过程 比如说试用版本就出来了 然后输出一些改进后的需求说明书 改进后的程序设计说明书 还有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这都改进后的 然后还有带注式的原代码 程序清单 然后测试计划 测试的一些用力 测试报告 使用说明书 和试用颁布令 等等等等 那下一阶段就可以到 这个试运行的一个阶段 看后边的阶段呢 试运行什么的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比如说 软件试用型的时间产品交给最终的用户 比如说现在咱们一些公司的做法都是怎么去试用型的 就是免费给一些公司 让他们去用 或者是比如说网上的一些 一些系统的话 都是派工作人员给他们去安装 让他们帮助去测试 特别是产品东西 那外包的东西呢 当然外包的一些产品的软件呢 当然是直接交给公司 然后呢 让他们去试用型 然后呢 一般的时间呢 都是两三个月之间的试用期 那试用型呢 将交给最终用户 按照其实际的业务流程 对产品进行一些使用 那一般的使用都是三两个月的 那或更长的时间也没问题后 即可以正产投产 在试运行的过程中 那一般要进行双线的一些运行 那即同时按产品上线 试运行前的操作 和正在试运行的软件中的操作 那比如说 我们下面看一下 试运行 首先呢 我们就是做好的软件 拿过来 这肯定是输入 那在试运行的时候呢 要根据 这个软件系统的 试运行的一些规范规则 用户手册啊 之类的一些东西去使用 这是依据 然后呢 试运行的时候 我们怎么控制这个试运行呢 那这个过程控制也是通过工作日志 运行记录 那包括内容啊 信息啊 错误记录啊 排错记录啊 用户意见的总结等等 形成的一个试运行 然后有问题的话 排错 比如用户操作的错误之类的 排错再从你运行等等等等 然后最终呢 没问题的话 形成用户最终确认 然后呢 用户意见的一个汇总 这是适用时日的 适用的时候 因为不是说前面开发完了 用户就能说 开发完的用户就是满意的 他在适用的时候 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提出来 这就是用户的一些意见 然后呢 那他用的人呢 用户确认 比如肯定是用户 还有是 技术协议和其他的一些需求的一些遵守 这是测试方 然后合格的最终就可以实施 所以呢 编码测试完整以后呢 相关部门同应后 开发组织系统试运行 那适用过程中呢 需要对系统所产生的问题的详细记录 马上解决 边解决 咱让他用 再解决咱让他用 这就是马上解决 那开发部 那相关部门的用户 主管之类的 还有代码编制的部门 比如说外包 也是或者公司的一些详细的 那个开发部 然后呢 相关资料 就是试运行的记录 错误和排错的记录 试运行的总结报告 等等等等 然后 这是试运行的一些流程 那试运行 咱们看一下 试运行的说明 那对于试用版本的软件呢 要经过用户的一个试用 试用的版本 那由用户确定这个 提交这个试用报告 并按试用的情况 对用户发现的软件 是缺陷开发人员应当 及时纠正 对于一些难以马上实现 怎么 难以马上实现的 那建议呢 由项目组长 决定如何处理 那对于合同项目的一些软件产品呢 需交客户验收 那客户呢 对开发人员交互的产品的 进行审查和测试 确保产品呢 满足用户的需求 由用户提交这个验收报告 那上面呢 试运行完了之后 比如说该解决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最后呢 咱们就可以实施了 那实施的一个阶段 咱们看一下这个 一个根据咱们这个图形 咱们看一下 那软件项目的实施方案呢 也就是这个 对于软件的一个 概述一个产品的一个说明吧 那特别是行人内 这个解决方案 软件的产品 对不 它是不同于一个 一般的产品的 用户购买软件产品之后呢 不能立即进行使用 需要呢 因为实施阶段 用户有可能说不会操作 对吧 他不懂怎么操作 并不是说所有的软件 像咱们一个网页访问那么简单 有的软件是很复杂的 所以呢 这个实施阶段呢 用户拿到软件之后 所以说他不能立即使用 那需要呢 咱们这个开发组 或者是咱们这个软件开发公司 的技术人员 在这个软件技术和软件功能 和软件操作等方面 进行一些系统调试啊 软件功能实施啊 人员培信啊 软件上线使用啊 后期维护等一系列的工作 那我们将这一系列的工作 称之为软件项目的实施 大量的软件公司呢 项目实施的案例证明呢 软件项目是否成功 用户软件使用情况是否顺利 那是否提高了用户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那不仅取决于软件产品本身的质量 那软件项目的实施的质量效果呢 也对后期用户应用情况呢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一个软件有100个功能 那用户只会使用10个功能 对吧 或者他只使用了 只会使用里边部分功能 没完全发挥出这个软件的作用 那那这个也不能起到非常大的一些影响 所以呢软件拿过来 就是测试后的 前面试用过的 也测试后拿过来 那交给真正的用户了 那他该实施 那他就是软件的实施规范 跟那个测试 跟那个适用的其实差不多 记录 这只是正式使用 然后排错再修改 然后呢 排错 有问题 直接再实施 再去排除再去调整 然后用户确认 这是吧 然后有意见 汇总再修改 再实施等等等等 那最后一个验收 也就是 试用完成以后 由开发组实施实施 那由外包单位实施 开发部 应该负责整个实施过程的一监控 关联和协调 那负责部门还是开发部门 大部分都是开发部门 等等吧 那相关部门 还有相关的资料 还有相关的测试 这也有 咱看一下 远接实施的一些说明 当软件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 基本稳定 差不多之后 那项目组长呢 需要整理软件的相关文档 保密性文件 需要公司的一些保密填款 一些执行 比如代码封存呢 或者是文档啊 直接的保存 以后有利于二次开发呀 或者版本升级呀 那交给资料呢 交给公司的一些资料 什么是备案 同时呢 项目组开发人员呢 及测试组人员呢 负责颁布软件的正式版本 因为已经适用了 已经实施了 那就是出现了正式版本 一般来说 软件正式版本的颁布呢 都是由 总工程师 一些批试 或者总经理 一些批准 才可以颁布正式版本 那责任人呢 那项目组组组长完成相关文档 整理后 开发人员 及测试人员组的负责软件 版本的颁布工作 那最后输出的 那就是所有的文档啊 看一下 用户界面 测试报告 使用说明等等等等 还有颁布命令 等等 包括程序的一些代码清单 那最后就是验收 那在软件开发合动呢 签订就是指这个软件 验收项目和验收通过标准的一些意见 在软件的需求评审阶段 仔细阅读软件的需求 规格说明书 指出不利于测试和不 和可能存在其异的一些描述 在开发方呢 在开发 这个软件完成以后 并经过开发方内部 仔细测试后 对完成的软件进行的评审 或者第三方的一个验收 一个测试 那提供 因为软件项目和一些工程项目都差不多 有可能说自己测试 有可能请一些第三方专业的人员 去帮助测试 都是有可能的 那下面的东西都是一些文字的描述了 验收的游程呢 就比较简单 就是实施之后的软件 然后验收嘛 比如说实施了一个阶段 然后开始验收 然后一记呢 就是这几部分 那过程呢 也需要过程控制 合格呢 咱们输出项目完成 经由确认等等等等 最后实施 当然这个过程的话 都是其他去跟踪了 都是尾声了相当于 那功能向的测试 对软件的规格说明书中 所有的功能进行测试 那业务流程测试 对软件项目的典型的业务进行测试 还有容错的测试 那软件对用户常见的操作 是否有进行提示 软件对用户的操作错误和软件错误 是否有准确清晰的提示 软件对重要的数据删除 是否有警告的提示 软件是否能判断数据的有效性 屏蔽用户的错误输入 然后识别非法值 并有相应的错误提示 等等等等 安全性的测试 那就是软件中的密钥 是否以加密的文件存储 软件是否有流行功能 也就是是否保存有用户的操作日志 那软件中的各种用户的权限分配 是否一切合理 然后呢 性能测试 那对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中 明确的软件性能进行测试 测试的准则是要求 要满足规格说明书中的 各项性的一些指标 还有易用性的测试 那易用性测试 就是软件用户界面是否友好 是否出现中英文混杂的一些界面 那软件中提示的信息 是否清晰明确易理解 是否存在原始英文的一些提示 那软件中各个模块的界面风格 是否一致 软件中的查验结果的输入方式 是否比较直观合理 还有适应性的测试 那参照用户的软硬件使用的一些环境 还有规格说明书中的一些规定 列出开发软件需求满足的软件硬件要求 那对每个环节需要进行测试 那文档的测试 那用户的文档包括安装手册 操作手册 维护手册 就是这些文档 操作维护文档是否齐全 是否包含产品使用所需要信息和所有功能模块 还有用户文档的描述信息是否正确 是否有奇异性和错误的表达 因为你不正确的话 那用户按照这个错误的操作方式 那肯定不能正确的使用元件 所以这些都要纠正的 是否文档容易理解 是否通过使用适当的一些素语图表经表示 描述的解释 有没有详细的解释来表达 那用户的文档的主要功能和关键性的操作 是否提供的应用的一些实力 是否有案例可遵循 然后呢 用户的文档是否有详细的目录和锁音表 那用户是否有特殊要求的一些测试 那验收的标准呢 就测试用力 不通过数的比例 假如说用户约数据不同率比要小于3% 不存在错误级别为1的错误 就是1是非常正常的错误 不存在错误级别为2的错误 就是稍稍比错误严重是不太严重的错误 那错误级别3的错误呢 就是基本上是警告级别那种错误 那所有提交的错误呢都要得到改正 然后最后就是最后的服务和维护 这个 因为维护是指软件交付给客户之后 客户服务与产品 因为现在一般都有客服务 软件做完之后也有一些维护 特别是那些大的软件肯定都有一个上门服务啊 或者是一些后期维护升级的一些方案 那客户服务呢和这个产品维护的宗旨是提高客户对产品的满意度 那项目组呢在完成产品开发以后 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组织编写的一些培训大纲 同时呢也要对市场的技术人员做好的一些培训 因为项目组人员你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通常市场人员销售软件的人 那他也得懂这个怎么使用最软件怎么去培训 那市场部人员接受这个培训之后 按照培训大纲内容整理并编写完整的培训手册 同时呢完成对客户的培训 那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呢 如果对产品有一些疑问或者意见 就可以咨询市场部 那市场这个市场部呢 这个人员呢有义务帮着客户解决问题 那客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呢 如果发现了这个软件有缺陷 那原产品的开发人员维护人员呢 有义务帮着客户解决这些缺陷 那负责这个负责人呢就是开发部组织 负责培训 负责培训完成的一个培训大纲 那完成对市场部人员的一些培训工作 这是开发咱们的开发组需要完成的 那市场部的人员呢 经过培训 然后组织编写培训手册之后 完成对客户的一些服务和培训 那市场应对客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呢 提出的问题呢进行收集 并给予详细的解答 开发人员呢 对客户提出的软件缺陷呢 也要给予解决 那这里边上面呢提到收集 一些信息那是怎么收集信息呢 那市场部呢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呢 定期通过上门或者等电话回网客户 了解客户使用产品的过程中 碰到的一些问题 同时收集一些客户的一些意见 然后呢客户通过各种渠道 比如电话呀email啊internet等 像什么市场部客户人员提供服务的请求 那市场部的客户人员呢 对客户提出的问题呢要给予答案 如果自己可以解决的就立即解答 比如应用上的 如果自己解决不了的 比如记者上的 那就可以请先的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 协助来把这些问题解决 同时做好一些服务与维护的一些记录 如果客户呢提出的软件维护 则转维护分析 提出系统变更 则转入定制开发等等等等 比如说因为不同一个产品 虽然是同类型的公司去使用 但是呢不同公司也有一些专属的业务 所以它属于定制开发 也就是二次开发 那这样的话咱们还会有 就是单收费的或者单立项的一些 去处理 那维护的一些分析 那一般来说呢开玩人员呢 既要开发新的项目软件项目 又要维护老的项目 因为不能说这一个项目 你到进造项目组 这项目有可能维护十年二十年 你不能说都进行维护 就不管开发工作了 所以呢一些维护的工作 都是你既是开发人员 又是监护维护老项目的一些 也是老项目维护人员的兼职人员 或者接任这种维护人员 比如说假如你是维护人员 接到客户或市场部 给我们的一些 给我们提出的一些请求的时候 那要先进行维护的分析 如果用户因为不会使用产品 而请求帮助的 那么维护的应该 这个维护人员就应该把这个电话 拿电话就是按用户操作手册去知道 如果发现是产品的缺陷 文人员有义务呢 消除这些缺陷转入的软件维护 如果用户希望开发人员修改 或者增加产品功能呢 那此生维护人员不可轻易的答复客户 需要按照定制产品开发 就是为这公司定制开发的 公司都有定制开发这样一些规定 然后按里边规定去执行 那软件维护呢 软件维护人员和客户 协商维护方式 如果通过网络执行远程维护的话 那么采用的远程维护 以降低维护成本 比如说特别是咱们做网站的 这些外部开发的 一般的服务器上 我们不用到他公司 在电话里边沟通 或者是QQ email沟通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远程登录 他服务器 直接维护 那维护人员在修改产品的时候 必须遵循这个软件的版本的管理规定 来操作 避免工作的成果和版本发生混乱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你版本已经发不出去了 那你在维护新加写功能或者什么的 都要有个版本的一个发行号序列号 不然的话 因为每一个版本一旦确定的话 那都是什么 都是一样的 这一个版本里边代码或者质量 完完全全一样 你随意在里边改完之后 那版本号什么 没改掉或者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会造成版本的一个混乱 文汇人员的必须对修改后的产品 进行相关的测试 以避免引入新的一些错误 那钻写维护记录 那需要改进的就是开发人员 定期对客户提出的需求 改进和意见性整理 同时收集市场的需求 并通过对比分析 将比较通用的功能加入到软质当中 从而提升软质性能 然后版本升级之类的 输出呢 就培允大纲培允手刺 这是软质开发的整体一个解锁过程 当然下边还有一些对项目管理上的一些项目管理 我去简单说一下 看一下对图就可以了啊 因为呢你前期进入开发组开发工作的时候 你最好跟你的现在的项目主管去学一下项目管理 因为那跟实际的比较灵活 因为项目管理呢主要是做项目管理的任员去学习的 你咱们说重点的是初学者来看的 那或者是工作一两年的成员看的 这时候呢你带的项目还不多 所以还不涉及到项目管理 那只要是你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那项目管理的部分呢 同其他任何工程一样 比如说跟建筑啊或者是餐饮呢 这项目工程都一样 那软件项目的同样存在于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项目管理的问题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管理 对吧 而这个问题通常容易被一般的软件开发人员所忽视 在一般的软件工程 就是软件的项目中 讨论的重点呢 也只是软件开发的方法 对人的管理问题呢大概都是一笔带过 在一个小的软件开发公司中 这个项目管理有可能无所谓 比如三两个人的 那都是心理神会的 都可以说 嗯 几句话就可以点通的 但是大多人的公司 人员经常变动的公司 对吧 领导尽量换 职工尽量换 这样的人公司 你这项目管理那就是非常重要了 所以呢 在一个大型的软件开发项目组中 如果没有优秀的软件管理人员 来领导和协调整个项目 那失败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或者停滞 因此呢 必须引起大家对此的重视 那这也是咱们这节呢 稍稍介绍的一些东西 那涉及到软件开发的各个方面 对于管理人员 面对的需要是面对人 面对人 包括下边的人和上面的人 也就是啊 你的下属和你的领导 那才呢就是成本 对吧 和将来带带来的效益等等等等 物呢就是什么 各方面协调需要提供的支持 办公场地啊 还有办公的电脑啊 软件应天环境啊 对吧等等等等 那简单说呢就是指软件开发人员 这是人就是软件开发人员 当然指有领导有下边的人 那才又指项目经费 那和收益之类的也算这里边 那物理就是指软件项目 那软件项目的管理呢 常见的管理呢 就是下边的一个图 分那么几个阶段 比如说有计划管理 进度管理 人员管理 费用管理 流程管理 客户管理 软件协设方管理 还有什么技术管理 下边又可以归纳成几大类 所以下边的呃 里边一些详细说明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大家如果 购买系统PP 第二系统PP 第二版书 这里边都有写 大家去呃 自己看一下 都是文字的东西 为大家读一遍 也没多大意义 只不读的时候 我不理解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下 项目管理 项目的一个估算 就是你接到一个项目之后 你怎么算钱 当然这个算钱估算的话 当然跟客户什么的都有关系 有的明明的一项目 比如说需要一台服务器 那有可能说对方 假如说是经理比较实实实力 比较雄厚的公司 那有可能说你跟 会跟他说需要十台服务器等等等等 那这样都是一些技巧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原则的算法是这样 都是以人日为单位 人日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呃 每人每天 对吧 比如说呃 六百人日 就是呃 六百个人每天要干多少多少项目 等等等等 还有项目的开发成本的一些规算 还有项目的进度一些安排 还有项目软件的一些组织 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稍稍了解一些 好那这一刻呢 我们就交到这里 那通过这几个 还有上几个介绍的 咱们主要是介绍了一些软件的开发流程 记住这是规范化的开发流程 大致都是这样 但是不同公司或者不同的企业 他有自己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开发流程的规范 当然不是这都这是规范化的东西参考的 相当边页面有可能还不足以W3E规范的 对吧 所有的公司都会简化 有可能公司也会在上面去升级 对吧 所以呢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处理 那初学者呢看这些规范呢 好处什么呢 你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 整个软件开发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对吧 这样的话可以给公司提意见呢 或者是加一些什么东西 那都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最主要的是了解这个内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咱们软件开发流程 规范化的流程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爵 死亦学PAP 垂死兵重 金坐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图上尾 洛阳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HP 少壮不学PAP 春年冲决角 处处学PSP 在天院做 以命名 在地月学习修PSP 祝你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SP 写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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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业